第781章 无法退出虚境 担心一队救尾 担心二队救尾 担心所有序列准备就绪 以下轮到圣域序列 孤钻区移动别墅东北角外墙 索尼亚按住耳朵里的作战通讯设备 红宝石眼眸平静无波 默默在心里报道 圣域五队救尾 在他旁边 赫然是小猪星地迷 双驱刀雅达斯 以及顿鸡爱夏 其中爱夏连圣域术师都不是 可见 他们在整个作战序列里 基本是属于吃瓜群众的待遇 事实上也是如此 像索尼亚的教授 银首剑圣特洛赞 真理大学教授武器大师奥莱隆 这些成名已久的圣域强者 基本都编到圣域前三队 那是真正最靠近 前线的作战序列 至于村姑 福斯洛达的大少爷 深渊路人亡 这些出入圣域的年轻人 别人就算拿他们当炮灰 也得掂量掂量 他们能不能拖延传奇入侵者 一两秒 如果遇到血属 死灵派系的传奇术师 他们不能起到阻碍效果 倒也罢了 万一成为传奇术师的施法材料 那简直是丢人丢到外国 因此索尼亚他们 小队负责在外围保护预言术师艾下 组成第二道包围网 万一传奇入侵者 真的从伏地里逃脱了 而且还是逃往他们这个方向 就护送艾下一路追踪 尽可能阻结和发出信号 现在时间是晚上6点58分 预定行动时间是7点整 索尼亚抬头望望天幕 今晚的星空 似乎比往常都更要璀璨 他们明明守在路灯照耀不到的区域 点点心灰 仍然如同青沙披在他们身上 看见村姑在 这个紧要关头 还能走神 地迷 雅达斯 艾下 都忍不住心生敬意 他们无一例外都紧张地掌心出汗 艾下一直在咬指甲 雅达斯不停抚摸自己的双刀刀柄 地迷花了极大功夫 才能维持住平稳的呼吸 在传奇面前 得天独厚的家世 杀穿深渊的履历 第一序列的术法都毫无意义 一是传奇杀招 就可能摧毁他们的圣域 湮灭他们的肉体 打散他们的灵魂 他们甚至可能连反抗的念头都无法生起 为了让圣域术师明白 传奇之战的威胁性 在行动之前 建花大学校长 画家就展现了一下传奇术师的威能 他拿出油彩笔 朝着自己脖子画了一下 所有圣域术师的脖子 都被抹出一道血痕 在钻研到极致的术法面前 任何破绽都会千万倍地放大 其中建设最广的地名 却也是最恐惧的一个 因为他的父亲祝星宫 就是一名实实在在的传奇术师 没有人比他更明白传奇术师的恐怖 他仍记得上一次跟父亲切磋时 祝星宫稍一挥剑 就仿佛整个世界都要劈开自己 当然 传奇术师的上下线也是极大 有的传奇将术法提升到半神级别 有的传奇不仅毫无寸进 甚至随着时间推移 还会跌落境界 有的传奇能凝聚完美纯色虚翼 有的传奇那虚翼颜色 砸得跟拉拉肥 在颜料里打滚似的 有的传奇拥有一整套四艺术零 有的传奇就只有一两只四艺术零 但无论如何 他们一群在圣域边缘徘徊的年轻人 现在居然要参与到朱砂传奇之战 他们怎么能不心潮澎湃 怎么能不紧张恐惧 要知道他们没一个能肯定自己 未来能进阶传奇 祝星宫也不是代代都是传奇术师 今晚的行动 说不定就会成为他们一生里最伟大的功绩 当年杀一国传奇的时候 我就在现场 圣域五队队长之所以是索尼亚 只是因为地迷和亚达斯 都觉得自己打不过索尼亚 没有脸面争夺队长职位 并非是认可村姑的领导才能 但现在他们看见村姑居然如此云淡风轻 羞愧之余也难免有几分钦佩 反思自己还没养成圣域术师的气度 他们不知道的是 深找找剑圣此时正在将自己的剑色术力 转换成七彩术力 昨晚三人混战 他 亚修 迪亚都凝聚了些许异色术力 也就是说 也是可以被检测成传奇术师 幸亏他回来后 就再也没有动用过树林术力 并且不断用湿色梦密毒 逆向转换术力 否则他也遮掩不住自己的秘密 至于湿色梦密毒可以互相转换 索尼亚也是今天尝试了才知道 毕竟正常术师 哪会将高艺术力转换回低艺术力 半年从凌晨成为传奇 索尼亚光是想想都觉得自己是个怪物 根本不敢想象 这个消息会掀起何等波澜 因此 他根本没打算暴露自己的传奇四亿 除非他完全凝聚异色虚异 登顶繁星最高序列战力 不过 索尼亚虽然在逆转自己的剑色术力 来隐藏身份 但他 心里已经做好暴露的觉悟 必要时候 他会瞬间将全部术力转换成剑色术力 爆发出传奇未接战力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在迦勒市杀出一条血路 连叛国的觉悟都做好了 围杀传奇就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更何况 他也不是没围杀过传奇 昨晚就有一只傻乎乎的血树传奇 被他们暴打一顿了 各队伍准备就绪 行动开始 指挥中心的声音在脑内响起 三个光幕在所有人视野里浮现 正是但心卫队的先锋视角 根据树立波动检测 传奇术师就躲藏在这间别墅里 暗影移动 随风轻去等奇迹庇护下 潜入别墅侦察情况 刚进入别墅 他们就通过侦察奇迹 发现许多奇迹陷阱 但得益于群星照耀 所有奇迹在 但心卫队面前都无所遁形 悉数越过 与此同时 外围但心卫队 圣玉小队和传奇术师 也已经拟号奇迹术师 只是不敢驱动树立 以免惊动异国传奇 但异国传奇 一旦试图逃跑 就要接受全家乐市 最高序列的奇迹洗地 整座别墅 会在一瞬间蒸发 但心小队进入二楼 逐渐靠近主卧室 当但心战士 轻轻推开卧室房门 索尼亚仿佛在通讯系统 听见无数人 突然加重的呼吸声 甚至聆听到剧烈的心跳声 或许只是她的心跳声 下一秒 就会爆发传奇之战 树师们紧张 是害怕自己受到波及死去 至于见机自己 她已经不知道 自己在紧张 什么 是害怕异国传奇太强 还是害怕异国传奇 不够强 门轴都被静谜奇迹 感染 被悄无声息地推开 所有树师都通过光幕 看见 一位中年精灵男性 坐在书桌前 双手放在把手上 闭着眼睛 仿佛在打瞌睡 最为奇特的是 她的头发是一条条蛇 这些蛇似乎注意到什么 一个个攻着腰 注视但心战士 不停吐出蛇蛇 警告但心战士 也有的蛇在舔视中年精灵 仿佛在催促她赶紧起来 树师们 一下子将心神绷紧到极限 被发现了 然而为首的但心战士 走了一步 两步 三步 灰道 中年男人的头颅被割下来 在立幕地板上不停滚动 他的蛇发 也逐渐变得僵硬 直至化为石头 尸首颈洞 卖得血飙了将近一米 最后缓缓倒在书桌上 但心战士 拿出一个类似探照灯的东西 在中年男人尸体上 照出草青色的色彩流动 以确定死者为射术传奇 开始检查回收程序 其他但心小队 迅速闯入别墅内部 翻箱倒柜 破除奇迹陷阱 射术传奇的尸体 也立刻被肢解封存 甚至还被奇迹封印 排除所有复活的后手 直到此时 索尼亚等人都还没反应过来 这就结束了 堂堂一位传奇术师 就这样死了 没有反抗 甚至没有察觉 就这样被但心战士 一刀割了脑袋 死得悄无声息 蛤 艾夏忽然大口大口喘气 她紧张地刚才平住呼吸 脸都憋红了 才回过神来 就 这么简单 她忍不住问道 原来传奇术师也 艾夏看了看 隐藏在天幕里的画家 将不过如此 压在舌头下面 倒是地迷微微皱眉 不对 传奇术师的状态很奇怪 但凡术法派系钻研到机制 应该都能生出强烈的直觉 对于死亡危机 不可能没有任何反应 而且她还是射术传奇 直觉灵灵度 甚至可以比你血术 全招 心灵 也就略训三大神秘派系 讲道脸 在担心卫队 进入别墅的一瞬间 她应该就心有所感 才对 索尼亚轻轻点头 剑术 也是直觉极其敏锐的派系 别人注视她超过一秒 就会被她察觉 不过也有她作为美少女时的 丰富经验累积 射术 传奇的直觉灵敏度 绝对比她只高不低 她在连接虚静吧 亚达斯忽然说到 帝尼十分赞同 看上去也没有别的解释 难道她在虚静遇到了什么困难 无法及时退出虚静吗 不如说 在异国被通缉 追杀的时候 居然还敢连接虚静 传奇术师 都喜欢完这么刺激的吗 艾夏只感觉好笑 她难道没有什么任务吗 总不可能来烦心 就为了进入虚静吧 这时候 一则消息 传入小队队员脑海里 现在开始搜查 隐藏在孤钻区的 第二位传奇入侵者 临时下发住宅搜索令 若遇到户主询问 可出示此令 要求其协助搜查 无人住宅 直接进行搜查 全程请尽量保持静默 胜于五对 这是你们的搜查区域 索尼亚立刻调出搜索区域图 目光聚焦到其中一座别墅 孤钻区天行路13号 持有者 菲利克斯福斯洛达 第782章 我来赴约了 天行路段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名流浪汉 突然闯入车流 被泥头车碾压 交通部门已经封锁天行路 由南向北部分路段 请驾驶者注意及时调整路线 据目击者称 该名男子神情恍惚 似乎有吸食药物症状 警方尚未从流浪汉身上 找到任何身份信息 请了解流浪汉任何信息的人士 尽快通知警察厅 拿着毛巾擦头发的一股拉 抬头望着车载电视 忽然说道 他看起来有点像骤精灵 嗯 亚羞 哈维 罗斯督抬起头 看见电视里不出一张车祸死人照片 虽然有些惨不忍睹 但仍看得出 死者虽然年过中年 但仍旧相貌俊朗 而且他的头发一束一束的 骤然看上去 就像是一条条蛇 确实 哈维点点头 他这头发很像骤精灵的蛇发 虽然我不知道骤精灵是什么 开车的罗斯说道 但这人的头发 应该个人卫生差到极致 几年没洗头 所以头发油腻到结在一起了吧 副驾驶的亚修也说道 精灵的特征是 尖耳朵 他的耳朵虽然有点大 但还称不上尖耳朵吧 伊古拉也点点头 没有反驳 他只是想借此挑起先起话题 罗斯小姐 我们两位是西斯先生 新找的角色扮演同伴 我是伊古拉 你称呼他叫哈维就行 刚才麻烦你了 他们三个从臭河冲里出来 自然没法直接坐车 而且伊古拉也没法忍受 自己还得臭十几分钟 于是他们 直接找了附近一个民居 希望能借几套衣服 和沐浴间洗漱 本来罗斯都准备给出报酬 但屋主发现 亚修也在里面 狂喜之余 不要任何钱财 只要求亚修跟他合影和签名 甚至顾不得亚修 浑身脏兮兮的外表 直接冲过来 跟亚修握手 脸上露出朝圣般的虔诚姿态 亚修进一步意识到 西斯在这个世界 似乎真的是一位很厉害的角色 文超公就这么厉害吗 在洗澡的间隙 亚修简单将目前情报 告诉伊古拉 欺诈师思索片刻后 就谈了一下亚修的额头 罗斯误会你不挺好的 小老爹 你非要辩解是怎么回事 主动提高难度吗 现在应该要稳住罗斯 好好利用西斯的遗产 查清楚 他们是怎么来到重新国度 以及怎么才能回去 罗斯对这件事的接受度 意外的高 你好 伊古拉先生 哈维先生 我对你们完全角色扮演游戏 没有任何意见 如果你们在亚修 有想冲出去 裸奔的迹象时能拉住他 我会非常感激 毕竟那件事 导致好多合作商 解除亚修的代言 虽然事后 也来了不少合作商 想进行深度合作 伊古拉问道 如果他在室内裸奔呢 如果在场人数少于十人 你们可以不管 但如果他开始进行 对任何一位在场人士 进行自泄乃至喷射 我希望你们能及时 没收他作案工具 你们不需要讨论一些 我一辈子都不会做的事 亚修说道 接下来 我们会进行角色扮演讨论 罗斯 你当我们演戏就行了 罗斯环是一周 指着路边一处灌木丛说道 你在那里裸奔 重重点了一下罗斯的额头 后者顿时眼神凌厉起来 直接松开方向盘 转过来扯亚修的脸蛋 吓得亚修与伊古拉 连忙喊方向盘 他才悠哉悠哉 握紧方向盘 在十字路口及时转弯 你至于反应这么大吗 亚修吐槽道 而且明明是你先损我的 没有 我明明在为你考虑 还贴心帮你找地方 罗斯气得脸鼓鼓的 就像是一直要爆炸的河豚 嘟起嘴说道 对我好就要报答 欺负我就要还击 这么刚烈的吗 亚修突然意识到 自己这位青梅竹马助理 好像有点不正常 就像他不知道 松开方向盘的危险 他也没意识到 刚才那种话是在损人 但他的智商和情商 并没有缺陷 只是脑海里有一套自洽 但不契合现实的方法论 不过这个念头 在亚修脑海里转了一圈 他很快就释然了 他一路上 就没遇见过什么正常人 从黑鸭到哈维 从银灯到剑机 甚至连他自己 也有心理问题 或许这才是人生的常态 伊古拉 你有什么想法 他回头问道 信息严重不足 我也不可能凭空乱猜 不然跟胡说八道 有什么区别 伊古拉问道 罗斯小姐 这个世界有什么 你是指真实戏 还是偶像戏 罗斯说道 偶像戏的话 我旁边就坐着一位 对于粉丝来说 亚修西斯就是神 至于真实戏 目前还没见过 伊古拉点点头 既然今年是1668年 那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是有历史的吧 当然 现在的国王是谁 在300年前的 第一次新城革命后 王室就已经下台 现在是民主共和议会制 那总理是谁 提亚利特斯特林女士 伊古拉跟两人对视一眼 轻声说道 凡兴女皇就叫提亚利特 但不信斯特林 这似而非识的感觉 让众人心里的迷惘越加繁杂 没有术师体系 没有神灵 社会体制进入民主共和 科技水平跟凡兴相仿 但并非由树林体系支撑 而是通过工业革命 和电力革命 提高生产力 偏偏总理 似乎跟现实的女皇是同一人 这时候跑车驶入别墅车库 罗斯说道 如果你们想了解历史 书房里有各类的历史读物 简单的复杂的详细的都有 每次亚修睡醒没多久 都会开始翻阅历史书 众人自无不可 下车后 伊古拉看着星空下 那幢熟悉的别墅 忽然说道 至少可以肯定 众星与繁星存在 我们无法理解的密切关联 亚修和哈维默默点头 同一片星空 同一个领导者 甚至连别墅都一模一样 若说没关系 那才是侮辱他们的智商 亚修 是不是除了你以外 我们两个都是这两天 刚出现在众星国度 不是我 是西斯 亚修回到 西斯 以前能进来 这里 似乎跟他的触觉能力有关 对了 罗斯 我什么时候开始说自己要去血月的 八年前 你十七岁准备进入大学的时候 罗斯急答 亚修微微一正 跟伊古拉两人对视一眼 八年前 席林教授挖掘出四柱神教遗鬼点击 也是在八年前 但不对 为什么我是从一开始 就活在众星国度 而不是 十七岁才变成流浪汉来到这里 或许正因为 你从小就活在众星国度 所以 你才有成为触觉的资格 伊古拉回到 你是四柱神寻找的特解 不过这里的重点 并不是你 而是我们两个 欺诈师陈应道 我们是这两天 才出现在众星国度 而这两天 刚好对应上我们的行程 哈维说道 我们是这两天 才来到繁星国度 亚修一正 难道 当我们进入繁星国度的时候 我们就会 将自己复制 投影到众星世界 投影 你这个描述很准确 伊古拉跟着罗斯 进入别墅一楼 对亚修的推理表示 赞同 并不是完全复制 毕竟根据你的观察 厨师哈维 和流浪汉伊古拉 都跟我们原来的性格 完全不同 虽然不至于相反 但他们就像我们 本体的影子一样 他们拥有的 都是我们早已舍弃的情感 亚修疏忽停下脚步 所以 他难难道 难道见机眼 我们现实的关系 似乎也能投影到这里 所以你才能这么快 就遇见我和哈维 伊古拉说道 假如我们推理准确的话 或许 亚修看向罗斯 你认识一位 名叫索尼亚瑟维的 红发少女吗 她跟我应该有 很深渊源才对 罗斯眨眨眼睛 你说认不认识 不 大概是认识 而且符合你所说的 跟你有很深渊源 他拿出滑盖手机 点击树下 递给亚修 伊古拉和哈维也围过来 他们早就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坏女人 拐走自家傻孩子 涉嫌连环杀人案 受害者已达十一人 悬赏金额 十万 手机屏幕里 是一位正在逃跑的 红发少女 她红色的眼眸 仿佛在滴血 回眸时 流露出的暴力 隔着屏幕 也清晰可见 她脸上有血肉 翻卷的十字伤疤 但丝毫 不损她的艳力 反而增添几分 疯狂的美感 在前不久的一次宴会里 她突然闯入 杀了其中一人 差点就顺手割掉你脑袋了 罗斯问道 这应该算是渊源深厚吧 伊古拉和哈维 看了亚修一眼 欲言又止止言 又欲 亚修看了一会儿 忽然扑斥一笑 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感觉好可惜 亚修怂怂肩 我好不容易花了一整套 打扮化妆 结果 她抬头望了望星空 好像赶不上约会了 繁星国度 孤钻区天行路13号外 就只剩下这一处 唉 这是地尼学长你弟弟的房产 爱夏惊讶说道 都还没毕业 就送黄金地段的大别墅 繁星舞柱 果然就是不一样 亚达斯冷哼一声 充分表明 自己对贵族奢靡生活的不屑 地迷却摇摇头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 不过 这应该不是我们家的房产 从建筑风格到装饰 都不符合福斯洛达的风格 爱夏有些疑惑 不是你家的 总不会是你弟弟赚的吧 是菲利克斯母亲留给她的 索尼亚忽然说道 她以前跟我说过 其他三人微微一正 才想起 索尼亚和菲利克斯是同级生 还同时成为特罗赞教授的学生 只是现在 根本没人会将索尼亚 跟菲利克斯视为同辈 哪怕 菲利克斯也已经很优秀了 要通知你弟弟吗 指挥部要求 不许惊动屋内人 地迷看了一眼 没有任何灯光的别墅 而且他大概 也不在里面 我们迅速检查完就离开吧 繁星门锁都是全线机械锁 当持有最高级别搜查令时 所有门锁都是一碰即开 无需损坏 至于能不能装复古钥匙所 倒是可以 但没有生产许可 生产锁具是犯法的 你猜繁星会不会给复古钥匙所生产商 颁发生产许可 索尼亚领先众人 抬头阔步走向别墅大门 红马尾在风中飘扬 她伸手按住门把守 全线所检查到搜查令自动开启 发出清脆的咔嚓声 露出一丝门缝 泄露出别墅里面的幽暗 她停下脚步 她站在门外 是星光披挂的剑术天才 繁星认可的剑决 不到20岁的圣玉术师 她的人脉网络 已经出具雏形 迎手剑圣特洛赞 节奏剑圣尼达拉 橘色舞者雷欧尼 而且今晚过后 她也有信心 拿下小猪星地尼 双驱刀 雅达斯 顿鸡爱夏 跟他们成为至交密友 一切都在走入正轨 所有都迈向更好的未来 她得到了半年前 她想都不敢想的一切 她注定要成为这片星空最璀璨的星辰 她会比所有人都更加光彩薄目 更加明念动人 她现在要做的 就是过上成功惬意的静谧生活 让自己的优势不停发酵累积 直至发展成庞然大物的新势力 她不需要依赖任何人 她自己就是豪门 她要让她和母亲都获得幸福 而不是选择一场疾风木韬的喧嚣人生 将过去的努力与幸运 全部毁于一旦 她应该要保护已有的真实 而不是追逐那些流离的幻影 静谧还是喧嚣 天堂还是地狱 队长 深找找剑圣在大门前站了三秒 艾夏感到有些奇怪 便问道 你发现什么了吗 没 索尼亚回头 微笑道 只是上次来这里做客 那时候我还是一艺术师呢 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再来 我都是圣玉术师了 别说艾夏和雅达斯 这话说的就连地迷都忍不住嘴角抽动 几个月从一意晋升圣玉很了不起吗 我们做不到 不也活得好好的 索尼亚左手轻轻搭在剑柄上 转头看向大门 嘴角的微笑逐渐变得狂气 红宝石眼眸里满是决然 这次我可不会替你安排了 亚修 根本不存在选择题 因为你是唯一的答案 如果必须要在地狱里厮杀 不也是天堂级别的约会吗 见机推开别墅大门 脱离群星注视 迈入渊远黑暗 我来赴约了 第783章 地下室的棺材 知亚 昂贵的立幕大门 门轴发出柔软顺滑的转动音 小皮靴踩在一尘不染的大理石地板 发出清脆的脚步声 索尼亚迈入昏暗的别墅一楼 越过玄关 左手悄然握紧剑柄 凭借窗户摄入的些许星光 她的红宝石眼眸 将一楼客厅尽收眼底 特别是重点关注能藏人的阴暗区域 没有任何人影 她的视线沿着楼梯爬上到二楼 二楼栏杆处 只有一株夜夫人栏 在星光中微微摇曳 深处房间逆藏在黑暗之中 深找找剑圣稍微松开了剑柄 侧过身让队员们进来 这装修还挺不错 看来你弟弟确实不在家 爱下进来左看右看 我还以为能撞见你弟弟在乱搞的 有趣场景呢 虽然菲利克斯有些不好的绯闻 但他从小就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 不会发生那种事 地迷非常坚定地替弟弟辩解 他以后会成为贵族里的楷模 贵族里的楷模 你是指乱搞奢迷醉生梦死吗 雅达斯吃笑道 雅达斯 我知道 你见识过丑陋无耻的贵族 我也知道 贵族阶层近年来越发堕落 不负先祖荣光 我跟你一样 对这种情况感到气愤 因为一切不该是这样的 地迷没有否定 而是坦然接受雅达斯的嘲弄 在贵族法案公布的年代 所有贵族都是自律的 美好的 热情的 高尚的 群星祝福 既是对他们的奖励 也是对他们的保险 而不像是现在这样 群星祝福变成贵族的权利 也成为贵族的下限 只要不违反法律 就百无禁忌事皆可畏 钻漏洞 成为贵族毕生最大的追求 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挽救坠落的风气 从内部革新贵族阶层 但如果不试试 我既不甘心 更不死心 地迷看向雅达斯 想要改革腐朽的阶层 最好的办法 莫过于注入新血液 雅达斯 我知道你仍不愿接受贵族爵位 这种肮脏的东西 但烦心要多一些 你们这些从平民晋升的贵族 才有可能变得更好 但走上数师之路 让大家知道 自己也有成为闪耀星辰的可能 雅达斯仍然面无表情 但语气少了几分尖锐 讨厌一个阶层 还得加入进去 才能改变 因为 群星贵族 是我们目前能找到最好的制度 地迷说道 我们没理由不利用 繁星法主提供的伟大秩序 群星贵族 终有一天会迎来灭亡 那个时代的人是幸运的 他们会见证更美好的世界 但我们也是幸运的 我们可以用一生来发现 新时代的曙光 说得好 索尼亚轻轻鼓掌 悄无声息往大门贴靠 后背一压 将大门关上 门锁关上的声音 与她的鼓掌声完美重叠 雅达斯冷哼一声 不过也没再说什么 艾夏怂怂间 我期待的声音 是听见你弟弟的尖叫 而不是学长你的说叫 干活吧 干活吧 我看看这里 有没有你弟弟 关押美少女用的地下牢房 艾夏挽起左手袖子 露出一个奇特复杂的绿光护臂 只见他猛的一抖 护臂就层层展开 化为一个中型圆盾 十分具有幻想感 但这并不是什么奇迹 而是量产化的 树师造物 盾牌护臂 当然 艾夏买的是专属定制版本 重量大小 不仅完美适配 她这个体型的女术师 而且这个盾牌 还能担任 她绝大多数树林的施法媒介 随着盾牌展开 一层连衣从艾夏身上建起 迅速漫过整座别墅 然后一个复杂的建筑构图 出现在她盾牌表面 顿机瞥了一眼 微微仰起眉毛 还真有地下室 糟了 要是我们发现 福斯洛达的丑闻 地迷你会不会没我们口 你现在还不受群星祝福的约束呢 地迷有些无奈地笑了笑 别说笑了 而且别墅有地下室 不是很正常吗 前面那几座别墅 也有地下室 不过这个地下室 似乎深得有些离谱 我参观过这个地下室 索尼亚忽然说到 那是菲利克斯的训练室 我们曾经在那里建斗过 艾夏跟其他两人对视一眼 眼珠子一转 露出好玩的笑容 队长 我们保证不说出去 你老实跟我们说 你 是不是跟地迷弟弟 曾经有过一段 在深着 找剑圣冷冰冰的注视下 艾夏学姐的声音越来越小 害怕地躲到地迷后面 不是就说不是了 不用这么胸盯着我吧 索尼亚收回目光 我记得地下室很麻烦 才能打开 我们检查完别墅就离开吧 不行 地迷却摇摇头 万一入侵者就躲在里面呢 艾夏 你有办法吗 当然有 艾夏环视一周 眼珠忽然泛起青绿色的光泽 预言奇迹渗透一楼客厅 机关的建造痕迹 实在太明显了 有趣 居然还是树林触发的机关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树林 但也不需要知道 直接拨动机关 好了 随着艾夏抚摸地面 壁炉忽然洞开 露出一条通往地下的 幽深螺旋密道 一起下去吗 艾夏问道 还是地迷你下去 就行了 万一里面真有被囚禁的美少女 你也好毁尸灭迹 或者提前准备 我和雅达斯下去吧 雅达斯会监督我 地迷说道 两位女士在地面等待就行 顺便可以搜查别墅其他房间 大家一起下去吧 索尼亚忽然说道 恐怖片里 分开行动 往往就是死亡的前奏 听到这番言论 众人愣愣看了村姑几秒 直到艾夏扑斥一声笑出来 我可没听说过 有圣誉术师参演的恐怖片 这里可是有三位圣誉术师 怎么看 也是你们更恐怖一点吧 但我不喜欢分开行动 索尼亚忽然有点扭扭捏捏 跺脚说道 我昨天刚看了恐怖片 心里很害怕这种场景 要么就别去 要么就一起下去 这样出事了 至少可以一起死吗 深找找剑圣 忽然流露的娇憨姿态 瞬间让另外三人 大幅刷新自己的认知 他们这时候才想起来 索尼亚今年才18岁 刚上大学二年级 还是强微色的花季少女 虽然他们也搭不到哪里去 但索尼亚确实是 他们之中年龄最小 却又是实力最强 这种奇妙的反差 让他们感觉好笑的同时 又忍不住 对深找找剑圣 多了几分清静感 那就一起下去吧 艾夏抱住索尼亚的手臂 嘻嘻笑道 学长学姐会保护你的 索尼亚乖巧点头 主动走在后面 似乎真的在害怕 她走着走着 右手已经紧紧握住剑柄 灵魂里所有树灵 都在雀跃的舞动 准备好发动毁天灭地的杀戮术室 你好紧张啊 艾夏注意到浑身紧绷的索尼亚 忍不住笑道 你看恐怖片的后镜就这么大吗 因为我看的恐怖片里 有跟这处地道一模一样的剧情场景 索尼亚轻声说道 当主角团在地下室发现什么 队伍里有人为了掩藏地下室的一切 忽然开始大开杀戒 我很担心呢 安拉安拉 艾夏摆摆手 地迷虽然很重视她弟弟 但她的本性比贵族还贵族 不会薄庇菲利克斯的 我和亚达斯跟菲利克斯不熟 更不会为她掩饰 那就好 索尼亚嘴角露出浅浅的微笑 声音越加温柔亲切 那我就放心了 很快 地道终点的亮光出现在众人视野里 索尼亚的身体越加放松 但红宝石眼眸伸出的杀意 已经逐渐沸腾起来 在目前情况下 亚修他们就算意识到 外面有围剿行动 也不可能逃离别墅 那样风险更大 所以他们最大的可能 就是躲藏在菲利克斯的隐蔽地下室里 两位剑术圣语 一位寓言术师 索尼亚心里默默计算双方 战力差 假如要让他们无法向外传递信息 那就必须一击杀掉两位剑狱 最好是用迎手利刃 无视其剑狱防御 直接斩首 只要两位剑狱死了 那碍下的完美 顿反再厉害 也不过是一件的问题 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 她心想 如果你们不下来 那就不用死在地下室里了 但放心 你们不会孤独 你们只是杀戮的 前奏 我和亚修 想要杀出繁星国度 一路上会死很多人 很多人 他们都会来陪你们的 这漫长的地道 仿佛就是踏入地狱的捷径 我已经做好化身恶魔的觉悟了 但 当地迷踏入明亮的地下室 发出一声惊呼 索尼亚的树立便开始躁动 她的杀意开始沸腾 她的树林开始高歌 奇迹一触即发 怎么有一副棺材在这里 索尼亚瞬间压制血液里的躁动 树林们回归平静 松开握紧剑柄的右手 她发出充满疑惑的可爱鼻音 那 棺材 第784章 亚修在被子里面 四人走进地下室 看见诺大的训练室中央 赫然摆放着一幅 雕刻奇鬼纹路的棺材 他们走近一看 发现棺材 已经被人用钉子钉起来 不能随意揭开 艾夏和雅达斯 看向地迷 地迷面无表情地抚摸 棺材盖上的花纹 平静说道 这是死灵遗鬼的纹路 这是死灵术师 才会制造的棺材 盾机轻轻敲了 敲棺材 闭上眼睛 感觉片刻 说道 里面有三个人 或者三具尸体 你弟弟 国内应该没有系统化的 死灵派系学习途径 地迷说道 他可能是在虚境 获得了死灵术师的传承吧 那尸体呢 雅达斯扬了扬眉毛 嘲笑道 是他自己制造的 还是去坟场偷的 该不会 是你们福斯洛达家的先祖吧 我会好好调查的 地迷认真说道 虽然我相信 菲利克斯不会犯下杀人罪 但如果他亵渎 偷到尸体 我会让他为自己的 所作所为承担代价 索尼亚看着这幅棺材 心里想起 亚修说过很多次 那位死灵术师朋友 原来真的会有傻子 带着棺材到处跑 他一直以为 亚修在夸大其词呢 对了 这里唯一能藏人的地方 也就只有这幅棺材 碍下拿出一个照明灯 往棺材一照 检查 这个也不算白来一趟了 这个照明灯 便是树立波动检测的 小型装置 溢色灯 依赖群星的大检测系统 只有在传奇术师 驱动溢色树立 才能检测出来 但传奇术师 只要安分守己 不动用溢色树立 大检测系统会 将其当作普通样本 直接忽略 所以就需要溢色灯 它的光具有穿透性 一旦照中传奇术师 不管对方 有没有动用溢色树立 一样会被溢色灯 照出各种色彩 圣誉小队的任务 就是对所有可疑人员 和可疑隐藏地点照一照 一旦照出其他色彩 就代表它们中奖了 或者说危险了 在溢色灯的照耀下 棺材内部 没有任何色彩显现 棺材里面的三具尸体 没有显示溢色树立的痕迹 走吧 索尼亚推着艾夏离开 检查完就回去上面吧 你连棺材都怕吗 艾夏笑道 学妹你胆子也太小了 这样对数的发展 会有很恶劣的影响 我有几部珍藏的恐怖片 以后我们一起看 棺材里的三具尸体 难道就是亚修他们三个 对啊 这里是菲利克斯的家 只要他们将自己封在棺材里 无论是哪位圣狱过来 都不会非要掀开棺材检查 虽然死灵派系在繁星并不待见 但也不犯法 堂堂公爵 次子连修炼死灵派系的资格都没有吗 但这里有一个疑点 亚修应该跟他一眼 都凝聚了溢色树立 他是怎么在溢色灯里隐藏色彩 呀 失色梦蜜毒 索尼亚的眼眸逐渐亮起来 没错 他可以用湿色梦蜜毒 将溢色树立 转换回七彩树立 亚修当然也可以呀 这样一来 亚修就能隐藏自己的传奇术师的身份 在这次围剿传奇行动里逃出生天 他只需要再坚持几天 等魔女过来 就能离开 索尼亚 也不需要带着他杀出迦乐视 可以继续保留 自己在繁星国度的身份地位 虽然是这么说 但村姑已经打定主意 最晚半年 他也会去福音国度 到时候 要么魔女迪亚研究出 可以稳定来往 两国的隐秘空门 那他可以继续在繁星里发展 要么他 安排好母亲的余生 直接偷渡到福音国度 跟亚修开始新生活 如果说在今晚之前 索尼亚还因为亚修的说服 而摇摆不定 但经过一晚上的连番波折洗礼 他已经彻底认清自己的本心 他目前的一切 固然弥足珍贵 他也愿意尽可能保护这一切 但最重要的存在 对应的是 不惜一切的决心 当回到地面 索尼亚 转头看向窗外的星空 深深呼吸一口气 感觉神清气爽 整个世界都是那么明亮 整个人都放松下来 另外三人自然注意到 索尼亚一回到地面 就从紧绷的 战备状态 变回轻松可爱的少女姿态 心想深找找剑圣 真的很怕地道这类地方呢 好了 检查完其他房间 我们就离开吧 索尼亚语气轻快地吩咐道 四人打开一色灯 打开各个房间 对着柜子之类的地方 照来照去 甚至连马桶冰箱 都不放过 爱夏和亚达斯 负责检查一楼 索尼亚和地迷 来到二楼 当福斯洛达 大少爷检查厨房的时候 脸上露出亚异 菲利克斯白天在这里 索尼亚看过去 发现石垃圾桶里 有厨余垃圾 从新鲜程度 看得出刚扔不久 对啊 剑机忽然想起这件事 菲利克斯呢 亚修他们要躲起来 但菲利克斯不需要 没人 当地迷走向主卧的时候 索尼亚抢先一步 握住门把手往下一压 推开主卧房门 看向里面 主卧室自然是 别墅里风景最好的房间 天花板开了一个斜面天窗 外面似乎还有折光装置 让满天星光 如同灌注主卧里 每一寸空间 柜子 地面 床铺 一切有形之物 都披上星光青纱 宛若身处星空之中 在这个静谧梦幻的画面里 坐在床上的金发少女 毫无疑问是 星光唯一加冕的主角 她一头金发披肩 阴唇 娇艳欲滴 双腿用被子盖着 上身穿着薄纱透明的睡衣 饱满沉坠的 胸部将薄丝面料 撑出夸张的弧度 先腰盈盈一握 双手戴着白丝长手套 就像是沉睡在星空里的睡公主 当房门被推开的时候 她也睁开眼睛 似乎还没反应过来 像是刚刚从虚境回来 但下一瞬 她就脸色巨扁 抓起旁边的枕头扔过去 艾亚 仿佛连玻璃窗 都要震碎的声音 划破星空 门外的地迷 连忙解释道 我们是来搜查传奇 菲利克斯愤怒的声音 穿透整座别墅 你们 去 给我滚啊 地迷一边后退一边说道 菲利克斯 难道真的是你 滚啊 我不想见你 还有 如果你们敢说出去 我叫 我叫 我们绝不会透露半点 地迷突然认真起来 我以兄长的名义 向你保证 去死去死去死啊 当索尼亚和地迷回到一楼 艾夏与亚达斯也赶过来 艾夏一脸兴奋 我听到女人的声音 你们是不是抓到菲利克斯 在乱搞 拍照了吗 索尼亚瞥了一眼地迷 摇摇头 抓到菲利克斯 但她没有乱搞 艾夏 地迷 我们先离开吧 一行人离开别墅 地迷转身 看向大家 认真说道 我虽然不知道 菲利克斯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性别 也不知道 父亲为什么会 但树地迷提出如此无理的请求 请你们务必不要透露出去 无关贵族声誉 这是作为兄长的请求 地迷朝着三人重重鞠躬 三人 对视野 雅达斯率先表态 我对讨论贵族混乱的私生活 没有兴趣 虽然我平时口无遮拦 艾夏在嘴唇做出一个拉链的动作 但涉及别人名誉的隐私 我不会乱说的 菲利克斯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师殿 现在是师妹了 索尼亚笑道 我当然不会暴露她的秘密 不过 你跟她似乎关系不太好 等她明天冷静下来 我可以帮你跟她聊聊 地迷再次鞠躬 非常感谢你们的体谅 走吧走吧 艾夏笑道 虽然没抓到菲利克斯乱搞 但这发现的劲爆程度 丝毫不逊色于地迷你乱搞 可惜不能说出去 索尼亚按住耳朵里的通讯器 汇报信息 圣域五队 已完成特定区域搜查 无发现 很快四人脑海里 响起回应信息 请回归临时指挥部 等待下一步命令 他们没有展开虚翼 而是正常走回去 免得干扰其他圣域小队的搜查 艾夏注意到 索尼亚一直回头望向菲利克斯的别墅 便贴过去 压着声音讨论 你平时没注意到 菲利克斯是女的吗 没注意 索尼亚说道 毕竟她有很多女朋友的绯闻 那 怪不得她一直不肯接受西利亚学检 原来如此 她长得怎么样 艾夏好奇问道 不过 她男装这么漂亮 原本外貌肯定不差 很漂亮的金发少女 身材很好 我摄友有一件一模一样的薄纱睡衣 但没法像她穿的那么色气 真不知道她平时怎么竖胸的 索尼亚一边回忆一边说道 而且 见机回望远处别墅二楼的窗户 红宝石眼眸泛起奇异的血光 菲利克斯的腿很长呢 瞒过去了 别墅主卧室里 菲利克斯躲在窗户旁边偷偷观察 当她看见圣域小队消失在转角处 便常常呼出一口气 忍不住双腿一软 居然直接摊坐在地毯上 真的度过这一关了 菲利克斯也没想到 她居然真的能在围剿传奇行动里 将这三个通缉犯藏起来 今晚对她来说 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 先是亚修和伊古拉这两个混蛋 恩将仇报 穿她的衣服 用她的护肤品 末了还让她陷入 昏睡 但他们不知道 繁星四处信徒 对一切精神支配 都有很高的抗性 甚至能抗衡群星祝福的 抑制枷锁 像伊古拉这种 不会破坏脑部的 温和心灵奇迹 菲利克斯花了几十秒 就恢复到半睡半醒的状态 不过 他也不敢彻底醒过来 老老实实被亚修抱到床上 等他们到一楼客厅 他才恢复清醒 用监视系统 偷听亚修他们聊天 是的 别墅里有两套监视系统 一套伊古拉他们刚进来就拆掉了 但第二套藏在家具里面 他们根本没发现 当然 这套监视系统 仍然会被静谧等奇迹影响 亚修他们讨论重要话题时 基本都会展开静音结界 因此 菲利克斯也没了解多少情报 但似乎因为确信菲利克斯已经睡了 这次亚修 他们没有展开静音结界 暴露出许多劲爆情报 亚修打扮这么好看 是为了跟某人约会 伊古拉和哈维 居然是通过外力晋升圣域 而且亚修还用了一个神技 可以让他们继续攀登红宝石山 亚修已经是传奇术师 亚修居然有办法 让三人一起进入红宝石山 就在菲利克斯准备见证心灵传奇与死灵传奇的诞生时 却发现 这三个通缉犯进入红宝石山 好久都没回来 快六点的时候 他的第二条奇迹首环传来一则通知 繁星集结传奇圣域 围剿孤钻区的传奇入侵者 本来这个消息 跟菲利克斯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他这里真的有三位通缉犯 其中一位也真的是传奇术师啊 慌乱之中 他只好拨通处作的隐秘 号码询问怎么处理 处作了解情况后 只是他将伊古拉和哈维塞进棺材 毕竟这两人只是圣域术师 不属于本次围剿行动的目标 藏在棺材里 再塞进地下室 大家看在菲利克斯福斯洛达的面子上 不会过多计较 最大的问题是 亚修 他已经是传奇术师 大概率会有一色反应 无法接受任何检查 处作表示能将亚修藏起来 但菲利克斯要做出牺牲 他让菲利克斯将亚修藏在自己房间 再暴露出自己是女性的秘密 就能让搜查队伍主动撤退 搜查部队 真的会因为这一点 撤退吗 菲利克斯心有疑虑 万一他们不知道 我就是菲利克斯 或者 会的 处作向他保证 你到时候就明白了 菲利克斯现在确实明白了 但这却是他想逃避的结果 他最不想让福斯洛达的人 知道自己的真实性别 但是到如今 菲利克斯也别无他法 只能安慰自己 至少有所作用 不过他坐到床边 仍旧闷闷不乐 忍不住狠狠捶了一下 被子里鼓起来的人形 忽然 菲利克斯想起什么 又走到窗边看了看 确认没人回来才安下心 他刚才为了藏起亚修 先用被子盖着亚修 然后他双腿 再放在亚修上面 希望能蒙混过关 从结果来看 确实没人怀疑 他被子里还有人 只是 不知道是不是菲利克斯的错觉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他好像看见 最先走进门的索尼亚 用异色灯照了一下被子 应该是错觉吧 不然他为什么要包庇我呢 菲利克斯心想 第785章 西斯的笔记 没有生产术师 居然能制造出高精度寄床 没有战斗术师 居然能维持近千年的和平秩序 没有雷术师 水术师 土术师 风术师 居然还能发展出 电能抵抗洪灾 建造高楼调节天气 没有术师 这些关键理论 怎么研究出来的 太奇怪了 别树一楼的室内图书馆里 亚修听着依古拉的惊呼与质疑 心里有种带一届人 见识现代社会的怪异优越感 重新国度的科技水平 极类前世 那些术师 可以简化的流程岗位 都通过人力机械代替 因此 在亚修看来 这个世界的历史 还挺正常的 但对于依古拉来说 就不一样了 打个比方 就像是人发现 要喝水才能生存 因此 人是无法接受 居然存在不用喝水的同胞 对欺诈师来说 术师之于文明 就像是水之于人类 相信一切文明 都是建立在术师阶层之上的 欺诈师 自然无法接受这种 没有术师 却还能发展起来的 科技文明 相比起来 哈维就安静许多 他的脑子 在处理非死灵事物时 都近乎休眠状态 嗯 这里流行墓园 和土葬文化 亚修与依古拉瞪了一眼 哈维 用眼神警告 后者别乱来 死灵术师耸耸间 继续翻阅手里的历史书 反正也带不回现实 等等 千年前的皇陵 在家世公开展览 经过仿佛的女皇尸骨 完好无损 哈维立刻抬起头 静静望着两位同伴 这个从认识以来 就仿佛无血无泪的 黑皮卷毛面谈 此刻却露出 可怜巴巴的表情 纯真的眼神 可让人感觉有点刺眼 依古拉摇头 不行 千年前 不行 完好无损 不行 死灵术师闭 紧嘴唇 身体微微颤抖 亚修甚至觉得 他下一秒就会开始打滚 于是他只好转头 看向罗斯 如果他被发现 偷到黄灵尸骨 会对我们有很大影响吗 罗斯思索片刻 摇摇头 不会 我们只要 给出足够的补偿 可以通过取保候审 将它放出来 不过他肯定会有刑事案底 但就我所知 黄灵展览的警卫 力度不高 我们其实可以给 前请人偷到尸骨 甚至我自己 也能帮你们设计一份 不会被发现的偷到计划 被发现概率不高 亚修看向欺诈师 如果我们找到离开的方法 在离开之前 满足一下哈维的愿望 对我们应该 不会有什么影响 伊古拉择了一声 又看了看 正经危坐的死灵术师 没好气说道 你就宠着他吧 但这段时间 你必须好好听话 如果你闯出什么祸 那后果 我也不用多说了吧 死灵术师 像小鸡卓米一样 连连点头 那好吧 在离开之前 我们会帮你取得千年尸骨 好夜 哈维直接从座位上跳起来 兴奋地跑去旁边的 钢琴边坐下 简单测试了几个音之后 就开始 哒哒哒哒地弹奏起来 轻快 愉悦的音符 在他指尖缠绕流动 整个图书馆 洋溢着快活的气氛 现在轮到亚修 与伊古拉傻眼 这混蛋 还会弹钢琴 罗斯一边按摩 亚修的太阳穴 一边说道 没听过的新钢琴曲 需要注册登记版权吗 暂时不用 亚修有些尴尬地 看了他一眼 而且我真的 不需要你按摩 罗斯点点头 转身走开 亚修刚松了口气 耳锤就传来清凉的触感 刺激得他一击灵 赫然是罗斯 用湿巾擦拭他的耳朵 罗斯 这里真的不需要你服务 亚修直接从软椅上蹦起来 你忙你的吧 让我们三个 在这里读书就行 少女助理露出困惑 但我要工作的呀 我的工作就是贴身为你提供 从刑事犯罪 到日常生活的服务建议 但我以后不需要贴身服务 有需要我会喊你 这样也可以 罗斯鼻子微微耸动 但我的收入要锐减90% 我的工作附加值 都是在贴身服务上 日常服务 跟寻常管家没有区别 我的钱不都在你手里吗 亚修有些奇怪 你想要多少就多少呗 不行 我只会拿符合 我劳务价值的报酬 罗斯摇摇头 这是社会人的劳务规则 但既然雇主这么要求 我只能接受 你对我的工作变更 他掰着手指头说道 那我就得搬离现在的公寓 在动物园任养的山师 也得停了 也没钱资助福利机构 如果不需要贴身服务 那我晚上是不是可以离开 如果我晚上去高级娱乐会所兼职 你可以接受吗 我会戴面纱隐藏身份的 亚修愣愣看了他一会儿 只好无可奈何 坐回去 能帮我掏一下耳朵吗 罗斯居然拿出一整套 专业的掏耳朵设备 从棉花到震耳一应俱全 伊古拉看着这一幕 笑道 我觉得我跟你 素未磨面的女朋友 会有很多话题可聊 从刚见面的时候 欺诈师就发现 罗斯对亚修的照顾 已经达到一个严丝合缝的程度 不是过火 不是离谱 譬如亚修刚洗完澡 他会递毛巾 亚修坐在副驾驶时 他会调节好高度 前后 将冷气出口 别到另一边 刚来室内图书馆的时候 伊古拉直接坐在中间光线最好的位置上 然后被罗斯用直勾勾的眼神盯了三秒 他才不得不将红皮软椅让给亚修 就连头部按摩 若不是伊古拉的视线有意 沉浸在历史书里的亚修 或许都没发现 自己在享受美少女的服务 求求你 千万别 亚修立刻认怂 我也不知道 自己会有一位青梅竹马助理啊 假如这里的关系会受到现实影响 那你跟他在现实里 应该关系匪浅才对 伊古拉问道 他是你入狱前的女友 我都说了 我不是邪教首领细思 我哪知道 亚修耸耸肩 但感觉不太可能 如果他也在血缘 那他为什么没有成为处决 而且我记得 我在这里是锅 但罗斯是有父母 只是父母双亡吧 罗斯点点头 没错 看 亚修连忙洗清自己的嫌疑 他还有父母之类的社会关系 应该是烦心人的投影 我是地地道道的血跃锅 我们现实里肯定不认识 邪教头子越说越自信 而且我跟剑机才是亲密关系 就凭你区区欺诈师 他才能可能会受你挑拨离间 我劝你不要有什么坏心思 伊古拉哼了一声 低头看向历史书 那我跟剑机的话题少一个了 只剩下安南 琴娜和黑亚 真可惜 亚修怂了 对不起 是我太嚣张了 但为什么会有塔玛西 你猜 伊古拉又翻了一页 忽然扬了扬眉毛 转头在书架抽出好几本书 不断翻阅 难难道 有趣 有什么发现吗 众星国度 历代最高统治者 排除少部分被刺杀的 绝大多数都死的 很有戏剧性 伊古拉笑道 被雷劈死 被车撞死 掉进湖里淹死 甚至还有一大堆是心肌梗塞促死 就像是突然活到终点 被胡乱安排了一个死法 可惜我不知道 凡兴国度的皇帝名单和生族年 不然就能确定了 死亡对应吗 亚修也严肃起来 如果现实里的我死了 这里的我也会立刻死于非命 但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在这里死了 到底是真死了 还是会回到现实 分析到这一步 亚修忍不住有些垂头丧气 有很多关键信息 是我们根本无法获取 也不敢随便实验 目前已知跟众星国度有关的神主 就有四助神和凡兴法主 这里根本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 假如这是一场游戏 那我们就是什么规则都不知道 跳过所有新手教程的白痴玩家 伊古拉却没有多少忧虑 那我们找 其他玩家留下的新手教程 不就得了 亚修一证 其他玩家 谁 欺诈师瞥了他一眼 你呀 亚修立刻领悟伊古拉的前台词 你觉得西斯会留下关键信息 对啊 他每次回到血月 就会失去这里的记忆 既然他知道这件事 肯定会有所准备 我刚才翻阅书本的时候 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 伊古拉游走在书架前 指尖轻浮各色各样的精美书籍 好几本书都有折起来的标记 我一开始以为 这是西斯阅读完折起来的读书标记 事实上大多数也确实如此 但好几本书里 都不约而同 折了相同的页面 十八页 罗斯 欺诈师忽然问道 这里的书架有编号吗 罗斯一边用诗巾 揉搓亚修的耳朵轮廓 一边回道 有 分为一号到七号书架 那就是一号书架的第八本书 依古拉从钢琴旁边的书架里 抽出一本书 翻开一看 脸上露出笑容 真是好懂啊 哈维也停下演奏 四人聚在一起 翻开 或许是 西斯留下来的唯一遗物 里面的第一句话 就让亚修心里咯噔一声 我死了吗